肺炎疫情持续 民众减少外出聚餐 但小讲便宜就要趁现在 饭店业者推出外带商机 把乌鱼籽鸡腿牌都放进了便当里面 甚至比内用吃的价格更便宜了一半 高温炭烤过的鸡排 刀子一划下肉质鲜嫩多汁 意大利面吸收蒜头和罗勒的独特风味 在大火快炒下均匀混合 饭店业者对抗肺炎疫情 花招百出 饭店业者改打便当牌 把心急料理一个一个放到便当里面 让你不用出门 在家就能吃到高档美味 一旁还有淋上蜜汁酱料 酸辣酥脆的焦麻鸡 和红橙橙的糖醋鱼块 肉质绵密色香味俱全 炒面炒饭类的商品 可以依几乎是半价的价格 就吃到相同的料理 反应非常热烈 每天都可以卖出上百个 想来点道地台味 眼前这盘乌鱼籽炒饭 可别错过 米粒在热锅中不停翻滚 加入乌鱼籽炒到粒粒分明 才能盛盘起锅 配菜虫鱼肉排骨祭司通通有 而另一边刚出炉的 是经典的台菜金瓜米粉 营养美味却一不可 整个算下来 我们一个餐厅 大概就有一个百个的 餐盒的销售量 我们把它浓缩 精致化 再把它放到餐盒里面 提供消费者更客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要吃回本 另一家业者则是抢推 重量级便当 这是您的新级外带便当 扎到金黄酥脆的后切鸡排 简直逼脸还要大 来点重口味的三杯鸡 也是主厨独家特制 主打的是加量不加价 两张百超就能吃到新级美食 我们最近也比较少在外面用餐 就想说来这里有饭店的便当可以购买 炸虾 玉子烧 蟹肉 芦笋铺好铺满 米粒上头还有着满满的鲑鱼卵 新级便当大战从台市西市日市通通包 在直播逆境中已经成功制造话题 东森台电新闻红沛与杨昭 许静又在台北的采访报道